这一天深夜,有一个女孩正在睡觉,谁料下一秒就被人一刀割喉,女孩随即条件反射般的捂住了鲜血直流的脖子,夺门而逃,她跌跌撞撞的冲出了房子,拼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,报警之后便倒在了院内的草坪上。 警方赶到以后,发现女孩还有微弱的呼吸,于是连忙送往医院去医治,而更令人震惊的是,她的父母全部被杀死在家中,屋内多出血迹,男主人被人连捅了多刀,惨死在书房中,女主人则死在了卧室的床上。 随后经过询问邻居得知,这户的男主人叫陈兴海,女主人叫曾珍,而那个女孩叫陈娇蕊,是这家的养女。 法医经过初步的尸检,发现曾珍的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刀伤,只有手臂留下了几道捏痕,而且在死前有过尿失剂,看来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刺激。 床头还放着一盒安眠药,具体的死因还不好判断,而在她的床边则掉落着一个密封的塑料袋,随后警员们就带回去检测。 另一边,警员们初步对现场勘测完,发现保险箱有被撬过的痕迹。 因此,刑警队长就推断这起案件应该是入室抢劫杀人啊。 在警局内,法医经过详细的尸检,确认了陈兴海的身上一共被捅了十刀,是同一把匕首造成的。 而他的额头和后脑都有被钝器击打过的痕迹,脖子上还有一条勒痕,手臂上没有防御伤,而曾珍的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, 只有手臂上的几道按压痕迹。 从面部呈现的情况判断,应该是窒息而亡。 而痕迹警员检测完现场发现的塑料袋后,发现上面有他脸部清洗的轮廓,也因此确认那就是杀死他的凶器。 随后,警员们走访了陈家附近的邻居,从物业那里得知, 陈兴梅和对门的高德龙关系非常的好,于是刑警队长就来到了高甲询问。 高德龙告诉刑警队长,他以前确实和陈兴海关系不错,但是现在一听到陈兴海的名字那就很烦。 以前他俩合伙做生意的时候,他借给陈兴海一大笔钱,结果到现在都还没还上。 刑警队长就问,那案发的时候,你当天晚上在做什么? 高德龙说,我一直在家,老婆孩子全都可以给证明。 就在这时,高家的楼上传来了一阵吵架声,于是高德龙就说,要处理家事,让警员们先离开。 于是,刑警队长就又回到了案发现场进行勘测。 结果,竟在案发现场的二楼阳台的门口,看到了一朵掉落的钢花,而这种花就在刚刚他也在高德龙的家里见到过,于是就收集起来带回警局检验。 随后,刑警队长检查了陈兴海家的车库。 结果,在车的后备箱中,发现了一滩可疑的液体残留,也连忙收集起来带回到了警局。 在案情分析会上,刑警队长说,在院子中发现的刀具上有陈兴海和陈娇蕊的血迹,但是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人员的指纹。 而在书房中找到的高尔夫球杆,可以证实就是杀害陈兴海的凶器。 这上面有一个陌生的指纹,但在数据库中并没有找到相符的信息。 法医说,他们在曾珍的房间发现了陈兴海的血迹,由此可以推断,凶手的行凶顺序应该是先杀了陈兴海,接着浑身带血的又去杀死了曾珍,最后才去杀的陈娇蕊。 而他们经过尸检也发现,陈兴海身中十几刀,每一刀都很深。 由此可见,凶手的力气很大,当时精神亢奋,法医就怀疑凶手可能有某种精神疾病。 除此之外,技术警员还检测出曾珍在生前吃过安眠药,但都是正常的剂量,应该是为了治疗失眠。 刑警队长听完之后认为,从案发别墅的位置来看,这起入室抢劫有很多的疑点。 陈兴海家住别墅群的中央位置,而一般抢劫都会选择别墅边缘的住户,既可以避免暴露又方便逃跑,但是这个凶手却偏偏选择了中间住户的陈兴海家。 另外,凶手似乎对陈兴海一家都十分了解,他知道曾珍有吃安眠药的习惯,于是就先杀掉最有还击力的陈兴海,然后再对吃安眠药的曾珍下手,最后是陈娇蕊。 因此,刑警队长认为,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,但是令人疑惑的是,如果是入室抢劫,那凶手在杀完人之后,为什么没有拿走陈兴海手上名贵的手表以及钻戒呢? 如果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计划,那凶手又怎么会用死者家的刀以及高尔夫球杆作为杀人的工具,而不是自己提前准备好作案工具呢? 此时,一名警员说陈兴海名下有两辆车,但是目前车库只有一辆,而经过调查,另一辆正在二手交易市场售卖,于是警员就立即的前往调查。 谁料到,这里的老板告诉警员,陈兴海欠他不少钱,前几天他向陈兴海讨债,结果陈兴海还不上,就把车暂时抵押给他了。 当他听到陈兴海的死信时,也很是震惊,并且一度担心自己的钱要不回来了。 如此看来,这个人并不是凶手。 而就在这时,一名警员也查到了陈兴海居然欠高德龙将近两千万。 警员们就认为高德龙完全有作案的嫌疑,并且他也符合熟人作案这一点。 与此同时,技术警员经过比对,也发现刑警队长在现场发现的那颗钢花。 正是来自高德龙家门口的那个盆栽。 有了这些证据,警员们立刻的就把高德龙叫来警局询问。 面对质疑,高德龙也说起了两家的恩怨情仇。 高德龙告诉警员们,他们两家原本关系很好,陈兴海借他钱他也根本不在意。 所有矛盾的起因就在两个孩子的身上。 高德龙的儿子高一的时候和陈娇蕊关系很好,之前他俩还一起去了国外留学。 就在留学期间,这俩孩子还谈起了恋爱。 本来高德龙是同意的,但是后来他就坚决的反对儿子和陈娇蕊在一起了。 因为之前有一天晚上,陈兴海揪着儿子高一桐从他家里出来,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高一桐勾引他女儿。 高德龙当时健壮就气不打击出来,认为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错,也因此高德龙和陈兴海就闹起了矛盾。 而且高德龙还说,陈娇蕊的脑子有些不正常,在国外的时候得了什么认知性精神疾病。 当初陈兴海就是为了这个病,才去国外强行把女儿接回到国内。 但是谁知道,他的儿子为了能和陈娇蕊继续的在一起,竟然也直接退学和他一起回来了。 而这也是最让高德龙生气的原因。 他觉得儿子这是相当于自毁虔诚。 所以,自此以后,他就不再和陈兴海一家来往,更不允许儿子去见陈娇蕊。 但是警员们问他,为什么他家的月季花会出现在陈兴海家呢? 高德龙也是一脸懵,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 于是,警员们就把他儿子高一桐叫来警局询问。 说起这个月季干花,高一桐也承认,那是他前几天从自己家摘的,偷偷拿去送给陈娇蕊,可能是不小心掉落了一朵在阳台上。 刚说完,高一桐就说陈家父母死了,就没有人能阻止他和陈娇蕊在一起了。 警员们听完之后,也只是翻白眼,并且认为这个高一桐很有嫌疑,于是就把他的指纹和高尔夫球杆上的指纹进行了比对,结果完全一致。 随后,警员们就把证据摆在了高一桐的面前。 谁料到,高一桐说,上次去陈娇蕊家的时候,他把这个球杆递给他玩,说是陈行海新买的,所以上面有他的指纹,并不奇怪。 对于他的话,警员们也是半信半疑,于是就决定先把他扣留在警局。 就在这时,医院传来了消息,陈娇蕊醒了,于是警员们立刻的前去,对他进行询问。 听到自己的父母全部遇害,陈娇蕊表现得十分痛苦。 随后,他告诉警员,那天晚上,他在熟睡的时候,突然就感到脖子上被划了一刀,当时只感觉有一股热流涌出。 凭借他强烈的求生欲望,他就抢过凶手的刀子夺门而出,而凶手健壮也是立刻的逃跑。 陈娇蕊说,凶手应该是个男人,他也没有看清,而他在追凶手过程中,还打碎了一个花瓶,当时顾不上其他,直接踩着就奔到了院中,随后晕倒在地。 听完了陈娇蕊的话,警员们回到了警局,立刻的再次查看案发现场的照片,本想着看看是否有忽略了什么线索。 结果,在看到现场破碎的花瓶时,法医意识到了不对劲,于是随即又来到了医院,询问陈娇蕊。 警员问他,当时是如何追凶手的? 陈娇蕊说,自己光着脚,从二楼追到了一楼,中间打碎了客厅的花瓶,随后踩着花瓶的碎片,追到了院中。 听到了这个回答,法医提出来要检查一下陈娇蕊的脚,而仔细观察之后,又让陈娇蕊踩上了红泥,在两张纸上进行了正常的走路和跑步。 接着,法医对她的不服进行了测量,意识到这个女孩不简单。 随后,法医告诉众人,按照陈娇蕊的说法, 当时她在逃跑的时候打碎了花瓶,她还踩了上去,如果真的是如此,那些玻璃碎片那一定会划伤她的脚,但是现在她的双脚却是完好无损,甚至连一点皮都没有破。 另外,根据现场照片能够看出,陈娇蕊留下的血脚印,其实是在玻璃碎片之下。 这也就是说明,她人是先走过去,接着花瓶才被打碎的,而且她走路的不服大致在65厘米,而跑步的不服则在一米左右。 但是经过测量,现场的不服只有65厘米,如此的看来,她当时并没有慌慌张张的逃跑,而是很悠闲的在家里面踱步。 与此同时,警员们经过再次的勘察现场,也发现了问题。 陈娇蕊说,她是躺在床上被刺的,可是在她的床上并没有任何的喷溅性血迹,反倒是床边有很多滴落型的血滴。 如此看来,陈娇蕊当时并不是躺着,而是坐着被刑凶。 眼看着陈娇蕊所说的话,全都是谎言,刑警队长不仅怀疑是她和高一同一起作案,杀害了养父母。 目的呢,就是想两个人在一起。 于是,警员们立刻的调取了陈娇蕊的通话记录,结果发现,这两个人的通话的确比较频繁。 在晚上八点和十点都有通话记录,但是在案发之后,高一同又给陈娇蕊打了几个电话,对方却一直没有接通。 而看了通话记录,刑警队长也注意到了一个叫刘芝芝的和陈娇蕊通话比较频繁。 并且在案发的那天晚上,陈娇蕊和刘芝芝通了两次电话,但是每次都是短短几秒。 而案发之后,两个人也再也没有联系过。 刑警队长认为,这个刘芝芝很有问题,于是联盟让人调查了她的资料。 结果显示,这个刘芝芝被诊断出有精神认知障碍。 想到陈娇蕊也患有这种病,于是警员们就立刻的把刘芝芝叫来警局询问。 在审讯室内,刘芝芝告诉警员们,她和陈娇蕊是在医院里面认识的,两个人打电话也只是在探讨病情。 警员们问她,案发的那天晚上为什么给陈娇蕊打了两次几秒钟的电话。 刘芝芝却支支吾吾的打不上来。 警员们见此,就认为这个人很有问题,于是就立刻的前往她的家中搜查。 很快,就在刘芝芝家的衣柜中,发现了一件带血的卫衣。 经过检验,上面的血迹属于陈兴海和陈娇蕊的,并且在DNA比对之后, 确认在车后的后备箱里发现的可疑液体,就是刘芝芝的呕吐物。 面对确凿的证据,刘芝芝也最终承认自己参与了杀人。 随后,刘芝芝也提供了两个人的聊天记录。 谁料到这里面的内容,竟让警员们也感到不寒而栗。 原来,这两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孩,行为都非常的过分, 她们好像都很仇视自己的父母, 而两个人日常的聊天也都是关于如何整股父母的。 甚至最后,陈娇蕊还提出了杀人这种主意。 在警局内,面对着证据,陈娇蕊开始甩锅。 她说,是刘芝芝策划了这所有的一切,杀害了她的父母。 眼看着陈娇蕊不老实交代,法医也说出了她养父陈兴海的死因。 法医说,陈兴海是在书房中遇害的, 而那里的桌椅是面向着门的, 所以凶手如果进入,他一定能够看见, 但是凶手拿着电源线绕到他背后,勒住他的脖子。 但是凶手是拿着电源线绕到了他背后,勒住了他的脖子。 这一点就充分的说明, 当时动手的人与陈兴海十分亲近。 同时,陈兴海的胸腹部还被刀刺伤, 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动作。 所以应该是两人协同做案。 而且只有陈娇蕊知道养母有吃安眠药的习惯。 另外,在陈娇蕊的卧室洗手池内, 警员们还发现了大量被冲洗过的血迹。 为什么凶手杀人以后不慌忙的逃跑, 而是跑到陈娇蕊的房间洗手呢? 这也说明,凶手就是他自己。 听完这些话, 陈娇蕊也终于绷不住了, 开始痛骂起自己的养父养母。 他说,虽然养父养母收养了他,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感觉过他们爱他。 从小就给他养在国外, 不管不问的, 等他好不容易习惯了, 又跑来管教他。 只要他不听话, 养父母就说他是疯子, 要把他送往精神病医院。 所以, 长期在这种情况下, 他也忍不下去了, 于是就联系了和他同病相连的刘芝芝, 准备杀死养父母。 他先让刘芝芝藏在了车子的后备箱中, 但是因为别的时间太长, 刘芝芝不小心就吐到了车里面。 等到了半夜, 陈娇蕊先去书房勒住了养父的脖子, 然后让刘芝芝动手捅人。 最后, 他们又用高尔夫球杆把陈兴海砸死, 接着两个人又到楼上把熟睡中的养母杀害。 而为了更好的掩盖真相, 陈娇蕊坐在了床边, 让刘芝芝割破他的脖子。 当时刘芝芝还下不去手, 陈娇蕊就抓住了刘芝芝的手, 狠狠地给自己来了一刀, 接着他就开始自导自演, 整了一出他追凶手的戏码。 老欧今天讲的案件, 到这里就结束。 咱们不得不说, 这就是妥妥的农夫与蛇的故事。 这样的女孩不懂感恩, 反而是做事疯狂,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人。 好了, 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。